今天我們五個幼齊聚首 本來是要來一個龜山島401的行程 不過因為今天下大雨 然後一路上開過來宜蘭雨下了很大 然後到這裡傳業者是說今天取消 因為風浪太大 所以今天已經來了宜蘭 所以我們就跟隨來一個桃園谷之旅 從大嶼這裡的大溪漁港這裡開始 然後走一個桃園谷的觀音線 OK走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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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天氣還很好 今天下一個暴雨 跟台湖一樣 對 早上在想說到底能不能成形 然後打架給業者 業者沒回 然後寫個line 然後業者大概要快要啟程的時候才回我們說 那個東北海岸角通知他們說 那個整個行程沒辦法進行 所以今天龜山島之旅就取消 然後看一看這裡附近 有這個桃園谷就來走 OK走吧 前兩個禮拜 大地震 然後搞的山區 來這裡都有點怕怕的 然後今天下雨 然後下的那個雨很大 然後整個山區的地上非常泥泥 這個山區的這個步道 不知道是不是受那個颱風影響 受地震影響 這個水泥磚都一塊一塊的 好像不是很穩定 桃園谷 大概 兩三年前來過一次 那從那個另外一個地方 就從 貢寮端進來 從那走到桃園谷 大概二十分鐘很快 那這一條 大概需要 走個兩個小時 這條路比較陡 比較不好走 走經過一段的小橋流水 還蠻漂亮的 這下雨過後 這個森林 沖沖浴浴 龍馬浴 好冬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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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都會導電啊 一樣的都會導電啊 尖了尖了 因為你下雨啊 沒有水啊 有水就會導電啊 哇 這一段階梯路好陡啊 這一段階梯路好陡啊 大概 有75公尺左右吧 都是一路往上的 石街 這下雨天下來是很滑的 往桃園谷有四個 四個方向的步道 這個步道應該是算比較難的 走到桃園谷要兩個小時 這就是觀音 觀音段 走到這裡 這裡看起來有點像那個石牛山 那個被震成兩半的那個石頭一樣 中間有一個通道 桃園谷還有0.5公里 走經過一段的石板小階梯啊 然後旁邊的風景 有兩個山谷 今天下雨 山谷迷蒙 飄著小雨 所以可以遠眺 今天沒有去的龜山島 蛇西啊 這個龜山島已經 已經準備了大概兩個月 交工會饋 走出山區 來到林縣 視野豁然開闊 離桃園谷大概還要十幾分鐘 還沒到啦 還沒到啦 要左轉 走到插路 右邊往桃園谷 那大溪線步道到大溪大概要5公里 那到桃園谷大概還要15分鐘 5分鐘 那這裡風景已經算不錯了 草原一片 來 來到桃園谷這裡的福德山 三角點 有啦 本來有寫的喔 你看 已經都通過了 三角點 來了 福德山 好 好 大概兩個小時 沾上煙湧 好 好幸 現在主要回去 新六節是中心嘛 所以是 主要走完啦 來回那個桃園谷 這樣花了4個小時 又15分鐘 過程都是一路往上 走階梯路 然後那階梯有夠滑的 然後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都是走 另外一邊 因為那個另外一邊只要20分鐘 這裡的路不是很好走 然後用特久的 不過桃園谷上面應該 如果是好天氣的話 應該很漂亮 可是今天出大霧 然後下了微風細雨 好吧 我們現在來去那個大溪魚港 去看看有什麼好玩好吃的 走吧 走完桃園谷步道 來到大溪魚港 來看看 魚的批發 魚市 這最裡面的 賣的魚很便宜 今天禮拜四 但是魚市場的人不多 西西洛洛 西西洛洛 同學們在買魚 這要 那些都給你找到 那些餅廳 那些餅廳 你怎麼吃啊 那些餅廳 那些餅廳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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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那個大溪魚港吃晚餐 那吃完之後回去 那今天沒有去爬那個 沒有去那個 去那個桂山島之旅 然後去爬那個桃園谷 那這樣 台南府花了四個多一小時 然後去大溪魚港去逛一逛 有兩個人買了很多的魚 然後很便宜 那今天等一下吃完 我們就準備要回去了 好 OK 拜拜 照一下大家 沒有沒有照到 嗨 是 那個 那個 那 那個 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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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